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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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想約我喝咖啡 明天就要見面了 今天還跑來找我幹 也許是有心事想要找妳聊 妳是她的女兒 還不知道妳要找誰 我跟我爸才沒什麼好聊的 她一定是看我傳簡訊 說我有溫婚夫 就跑來溫冬溫席 還是我陪妳去 沒關係 你現在身體這樣 能休息就多休息 我自己去就好 謝謝 你最近過得好嗎 很好 很好 這咖啡很香 豆子應該不錯 春樂喝完 你有什麼話就快說 我等一下還要回公司忙 柳月 爸只是關心妳 想知道妳好不好 我剛剛不是說了 我很好 你不用擔心我 我自己會照顧我自己 我知道妳的未婚夫 江仁豪的癌症 也知道狀況很嚴重 每生都好日子了 你為什麼會知道 江仁豪早了有年 把事情都跟她說了 柳月 從小我就給妳最大的自由 無論妳要做什麼 我都會建立支持 現在妳想談戀愛 想建立自己的家庭 我當然更不可能 反對妳什麼 我只希望妳跟江仁豪 對這件事是認真的 我們當然是認真的 要不然我幹嘛 帶她回家吃飯 那江仁豪呢 她為什麼去找又年 還把生病的事告訴她 她這麼做 如果我就是不想原累妳 希望我們阻止妳嗎 所以呢 妳現在是要來阻止我結婚嗎 有約 妳根本不了解狀況 妳只聽哥講幾句 妳就有意見 就覺得我不應該結婚 當初妳跟媽離婚 娶別的女人 也是妳自己做了決定 妳有問過我嗎 現在我要結婚 妳憑什麼說話 我知道 妳一直都不諒解 我跟妳媽的事 但是我對妳的愛 是不會變的 做爸爸的 只希望妳能夠平安幸福 那我現在告訴妳 我很幸福 我從小到大 都沒這麼幸福過 永悅 我的事妳不要再管 永悅 妳怎麼可以瞞著我去找我哥 跟他說妳身邊的事情 我身邊是事實啊 事實那要怎麼樣 我們不是已經說好了 不管未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會陪在妳身邊 妳根本就不知道 愛生別人走到最後 是多痛苦的一件事 尤其是對陪在他身邊的人 最後 妳現在滿腦子 都想著自己快要死了 是不是 江仁豪 我告訴妳 我從來沒有放棄任何一個 可以把妳醫好的機會 妳憑什麼自己先放棄 妳以為我想放棄 妳根本就知道 妳之後要面對什麼 要面對什麼 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只問妳一句話 在妳心裡 我到底算什麼 在妳心裡 到底算什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知道你没准备 我哪里没准备啊 我好歹也是个专业模特 你看我今天大 今天要这样子吗 我是你的雇主 你没得选 不是啊 你不是说我今天可以做我自己 而且你有看过咖啡厅老板 穿这样子的吗 你今天不只是咖啡厅老板 还是我男朋友 气势不能输 赶快去换时间要来不及了 我去从小的小的小银子就会做到那儿 我去做小银子 我去找你 我去看好 我去看你 我去看好 你來幹嘛 我來接妳 我不是說了 去餐廳不用去 反正這本來就是我自己的事 妳的事叫什麼意思 我想陪妳一起回家 我想認識一下妳的家人 走吧 等一下 我不是有跟你們經理交代過 我們家有人對花粉有過敏 不能放話 把花拿出去 謝謝 阿嬤 阿嬤 阿嬤姐 妳來啊 妳嚇我眼淚 阿嬤 謝謝 好 謝謝你 我爸到了嗎 阿姐到了 他要我跟你們說 他去樓上客房找朋友 等大家都到了再通訊他下來 今天在家庭聚餐 他算是主人 要跟朋友見面 不管事都可以 我們就趕緊趕緊 阿嬤 沒關係 阿嬤我已經處理得差不多了 阿嬤 有妳這樣出出淋淋在忙 我最辛苦 阿嬤姐雖然有很多人 不過那些美人都沒用美人的 這就讓妳這個阿嬤 帶任務的孫生婦都沒用 謝謝妳 阿嬤 我平常也有在幫忙 妳怎麼沒有跟我賭下 妳幫忙出 妳幫忙 反正到時候 慧明姐嫁給大哥 就是我們張家的人 先來見習見習 要見習 也是要先見習 怎麼好好管教妳 大家看 又開始念了 慧明姐 我拜託妳們趕快結婚 然後生一個小寶寶 這樣子我大哥 就可以轉移目標 不會老是針對我 亂講什麼 妳就比較嫌的 慧明姐 慧明 阿嬤看妳是越看越教育 明年 妳可以找到慧明 那是妳的福氣 要好好珍惜 知道嗎 這是 超大哥超閃的 大哥 什麼時候套牢慧明姐的 偷偷來 沒有 我是想說 已經要慧明等那麼久了 這樣好 這樣好 稍微記者更加下去了 今天看 大家都在 阿嬤幫妳做廚 撐個好日子 今天妳如果當作是來這裡 試菜 怎麼試菜不錯 現在都要這麼辦 好 等一下 你在看什麼 當然是看妳 如果我看別的地方 妳不就不好喬靈帶 妳很適合穿西裝 很帥 妳應該要多穿西裝 拜託 一點都不適合好不好 我現在全身超不自在的 哪有這麼誇張 妳當模特兒工作的時候 不就有很常穿西裝 那是工作服 又不會常穿 就好比說 修車工人 也不會常常把沾滿油汙的工作服 當蝙蝠穿吧 我還有一筆 後面那個是難搞的張永遠 嗨 永遠小姐 妳好 我是文綺的男朋友 小凡 因為常常聽文綺提起妳 想說今天終於看到妳本人了 很高興認識妳 真的 希望她跟妳講的都是好話 跟妳這個妹妹這麼不熟 又講壞話也不知道從何講起 所以是妳妹 你們好 我是江仁豪 我是曉凡 你好 不好意思 我覺得妳滿面熟的 想請問在哪裡高舊 我是一位建築師 自己有一間事務所 我想起來了 我在雜誌上看過你 很有名的建築師 而且你是不是拿很多獎 沒有 那些都是小獎 沒事 真的很高興認識你 我有看過你一些設計 我都還滿喜歡的 尤其是你對綠建築設計的概念 我真的很欣賞 快過獎了 大姐 二姐 我們先進去 你幹嘛跟他們講這麼多 那妳那個一百問 又沒有有約的慰恩夫 我當然要套交情 搞清楚他們背景 姐 這是妳男朋友 你好 我叫陳文玲 你好 我是曉凡 嗨 她就是葉宜萱對不對 宜萱妳好 叫叔叔 阿姨 小熊好大 阿姨好 好乖 好可愛 謝謝 那怎麼就你們兩個 葉冠華人呢 他 他在忙 我們先進去 這個死葉冠華 又放文玲格子 那我們也進去吧 阿姨 妳看妳怎麼看 妳看這麼漂亮 妳看 漂亮 阿嬤 漂亮 阿嬤 謝謝 妳叫做什麼名 妳在做什麼 阿嬤 你好 我叫喬凡 我現在要開一間咖啡廳 好 好 好 我有傳一個小小心意 韓國人生 沒有阿嬤補信念 阿嬤 讓妳抱她 抱歉 謝謝 好 來 妳很高興 妳叫做什麼名 妳在做什麼 阿嬤 妳好 我叫張仁豪 是有約的同事 阿嬤 抱歉 我跟阿嬤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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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準備 阿嬤 不用了 人來我就很高興了 我聽到有約說 妳倆已經結婚了 是嗎 小阿嬤 為什麼要結婚了 好啊… 這樣很好 阿嬤呢 妳呢 妳當時要結婚了 阿嬤 我跟阿嬤 三十五個月 妳膽子會更美 阿嬤 哪有人第一次見面 就問這種問題 哪有 沒有 阿嬤補信念 也是頭禮拜 帶男朋友回來 哪有被外婚婚了 妳做大姐的人 妳想想 很沒面子 阿嬤 腰塊也是正好年先 有年喔 阿嬤 把男女跟蕙明 帶著穿好色 妳要給她歡樂 真的嗎 大哥 妳和蕙明姐要結婚了 別急 等一下就會讓大家知道了 那蕙明姐 我就先叫妳大嫂了 大嫂好 大嫂好 我想叫舅媽 舅媽 好 好 等等 妳如果要幫她通知嗎 妳已經通知她了 好 我椅子就剛好 妳還拿椅子 要做什麼 不好意思 這個位置是多的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接到通知 要加一位 爸來了 來 一起進去 來 一起進去 來 一起進去 鍾明峰 來 一起進去 來 一起進去 鍾明峰 要請 要請 要請怎樣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是鍾明峰 鍾明峰跟我已經交往一段時間了 未來 又有結婚的打算 所以我今天 帶她來參加聚餐 跟大家認識一下 我要結婚了 她老婆過世 不過 她有小孩 其實我有點擔心 我不知道她的小孩 是不是能夠接受 她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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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媽 我不是在小孩 沒有 這位是我媽 阿嬤 你好 等大家說說話 大家好 雖然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但我都已經認識你們了 嘉誠之前有把照片給我看過 謝謝 妳要帶外人來 為什麼要跟我說一聲 媽 明峰不是外人 妳不是外人是什麼人 妳兩個交往多久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看明峰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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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峰搞什麼 明峰搞什麼 我是文綺的學姐 說起來 文綺算是我們的媒人 我們是琴聯在東京的時裝展 文綺把我介紹給嘉誠的 我什麼時候介紹阿姐跟你 跟你在一起的 那時候明峰也去看展 妳把她介紹給我認識 但是 沒想到我們一見面 就非常投緣 其實我也沒想到 會跟嘉誠在一起 嘉誠她處處都很照顧我 說真的 我真的很幸運可以認識嘉誠 文綺 我要特別感謝妳 妳 這種奇怪的場面 我們家還真不是第一次發生 我支不下去了 那好 我們走 約約 別這樣 走 阿嬤 抱歉 走 有約 有約 周明芳 你跟我出來一下 文綺 有了 有約 有約 阿嬤 滿了一家人團圓 不要這樣 回去吃飯好不好 這麼丟臉的場面 我不想看 我也不想讓你看 我是自己家人 她不是這樣說嗎 我哪裡說錯了 全世界有幾個女兒跟我一樣 每過幾年就要看自己的爸爸結婚 她活到這個年紀還是跟以前一樣 只想著自己 從來不會考慮別人的感受 長輩的決定 我們做完輩的尊重最好的是嗎 所以 她想要跟誰結婚我管不了 但她不能強迫 演一個乖巧進化的女兒 我走 大家也親近 就不用在那邊帶你鄧小眼 有約 你早就結婚好了是不是 那天故意約我見面 就是為了要探我的口風 我不是要探妳口風 我是真的好久不見妳 我想跟妳聊聊天 妳根本就要拉坑給我跳 聰明方妳怎麼這麼過分 當初妳說在網路上賣衣服 想要有自己可以信任 跟配合的廠商 我才介紹阿姐跟你認識的 我 我真的想不到妳會做這種事 文綺 妳也不是第一天才認識我 我今天辛苦那麼久 孤單那麼久 我現在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對的人 我只想跟她好好在一起 好好的過一輩子 妳要跟誰在一起我都沒意見 為什麼偏偏那個人是我阿姐 可是妳那天不是還告訴我說 不要在乎別人的意見 自己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妳也很替我高興 那為什麼那個人是嘉誠 就不行呢 因為妳那時候沒有跟我說 那個人就是我阿姐 妳根本就在設計我 妳要是因為那天 我沒有跟妳坦白而生氣 那我跟妳道歉 但我真的不認為說 我跟嘉誠塞起 又對不起誰 如果今天換作是妳爸爸 要娶一個年紀 跟你差不多大的女人 妳能接受嗎 如果他們真的相愛 我可以接受 妳根本就強詞奪禮 文綺 我能夠了解妳的心情 但妳可不可以懂事一點 妳已經34歲了 嘉誠也已經六十歲了 以後大家還有日子要過 就算妳是她的親生女兒 妳也不可能照顧她一輩子 更沒有理由反對她再婚 周明芳 嘉誠下半輩子有人陪伴 我也能有一個好的歸宿 妳難道就不能夠替我高興嗎 我坦白告訴妳 這件事情不只我不能接受 張家大大小小都沒有人會同意 妳如果要等 妳就一個人慢慢等 我看妳要等到什麼時候 維琪 剛剛那個周小姐看起來很年輕 不知道幾歲 快四十 快四十是幾歲 三十歲 那不就大大哥三歲而已 妳怎麼要做什麼事 都不需要先跟我參加一下 我就是想今天吃飯大家都在 我就跟她帶來 讓大家認識一下 妳怎麼認識 妳不是一個人問說妳要結婚嗎 我是有這個帕婶 謝謝 我們家真的走得太前面了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可以參加自己爸爸的婚禮 阿嬤 我看乾脆這樣 爸跟哥的婚禮一起辦 但是這樣一百二十桌 好像有點少 要不然流水行 好 爸 我可以邀請我同學來吃吧 總會有日 好 既然要辦 那全家的婚禮都一起辦一辦好了 連我跟喬凡 有月跟仁豪的 也一次解決 這樣最省事 我覺得 真好像有點太趕了 我累了 我沒吃 我沒吃 永年 文綺 妳跟媽媽來回 妳有哪來回 我們一家的婚禮 好好告訴我清楚 好 永年 文綺 妳跟媽媽來回 妳有哪來回 我們一家的口號好好說得清楚 菜都沒有人吃 我打包回家可以吧 我真傻眼 三姐 這樣妳還吃得下去 有點浪費 誇張 麻煩你一下 開車送文靈跟苡萱回去 我晚點再去找你 沒問題 要不要我陪你回去 妳就要快點等我 你放心 這件事我一定會處理好 隨便坐 來 坐 嘉芬叔叔的咖啡廳好漂亮喔 李萱 要不要坐這邊 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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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坐這邊畫畫好嗎 好 李萱 今天整間店都是妳的 妳想坐哪裡都坐哪裡 好 但是給我十分鐘 好吃備購馬上就好了 好 依萱 妳乖乖在這邊畫畫 東西不可以亂動好嗎 好 好 乖喔 你坐 不好意思 這樣麻煩妳 不會啦 妳要不要也來份貝果 沒關係 我不餓謝謝 還是來杯咖啡 不管是手沖單瓶拿卡布奇諾 還是拿鐵 我這邊都有 拿鐵好了 謝謝 好 我覺得 你跟我姐以前叫的男友類型 都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你給人的感覺比較有親和力 不太像是她會喜歡的類型 所以 所以 妳姐之前喜歡的類型 是什麼樣子 她以前叫的男友不是老闆 就是大公司的高級主管 個性上都比較大男人一點 這樣算起來 算是我高攀喔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不是說你不好 老實說 我反而覺得她這一次 才是選對人了 怎麼說 我姐 她個性比較強勢一點 如果有人跟她意見不一樣 她說話就會很難聽 但其實她只是怕輸我 偏偏她交的那些男友 個性也很強勢 最後都沒有辦法繼續相處下去 妳知道有些人 外表看起來很強勢 反而內心很脆弱 所以我姐她一直想要 找一個比她更強的男人 來保護她 但是強對強 反而不換而散 妳的咖啡好囉 謝謝 要說起來 妳這親妹妹還挺了解她的 她 就是太在意 要當那什麼人生勝利組 自己適合什麼樣的男人 都不清楚 等我一下 很好喝 謝謝 媽 妳這邊 謝謝 友日 妳直接在樓上 為什麼 我也是嫁害分子 為什麼要去樓上 友日已經大了 她也是家裡的結婚主 為什麼不可以發表意見 友日 這呢 妳知道嗎 人家做人是大人的人 總也要太關心自己的 後世嫁的婚主 妳呢 妳跟人不一樣 妳關心自己的 我怎麼會不一樣 我怎麼會不一樣 我怎麼會不關心 我都很志氣 有年到慧敏 如果說到慧敏的委屈 我心裡就很不敢 這個女兒 有年到慧敏 有一個我們這次要聚餐 沒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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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她的沒影 結果因為妳的事情 我總會常常回 爸 妳都不知道 原本阿媽說如果耐心 那一桌好色話 就要幫大哥在那邊訂桌 現在大哥連婚戒都買好了 結果 友年 這是好事 妳怎麼剛才不說 說 是要怎麼說 妳不是說妳要再婚男人 是要收什麼 不是只有友年 還有運氣和有業 我們也帶人朋友來 是說好 如果大家說完會有男子 就能有遠分 我們也想要結婚 跟我們這次好事 三個女兒的婚事 妳就不可以刺激 妳還要看那個時間 關心妳的婚事 我是沒想到那麼多 我就想說今天 妳就要跟民方介紹 給大家認識而已 我是想問 妳們大家的歡迎時間 這麼大 爸 這麼大的事情 妳也一定要事先讓我們知道 已經幾歲人了 做事這麼重複 媽 妳都知道說我跟民方 是一時衝繃 那是妳不知道 我在美國的時候 打鼻子後很嚴重 如果不是民方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回家 還不知道 妳打鼻子是怎麼 感冒造成的感冒 變成危險 以前整個路 有民方背後 帶我去掛記錦 不然 我現在是不知道變成怎樣 我說 我不對 我是誤會了 就是因為我有誤會了 所以我想要找一個伴 這些小孩如果要結婚 我絕對專家支持 我以後就是一個人民主的爸爸 這些小孩的事情 我將來不給你感謝 現在他們大了 說不能將心比心來對待我 我辛苦這麼多年了 有一個人來照顧我 這樣才不好 我沒有想要到老的時候 再去討論 妳的意思是我在討論 這樣我怎麼找找家 媽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 妳就老了 我比妳更老了 我又沒有人管理了 既然跟我說是要找一個看 好 妳這些好事照片 妳這麼漂亮人 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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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都二腳掌 妳這裏隔的 看要隔幾個 我都都答應妳 媽 好嗎 妳老公還要跟妳老母 不要跟我隔壁 我先回去了 為什麼我媽的照片不見了 為什麼我媽的照片不見了 我是想說有些照片放很久了 也該換一換 這次我去美國拍了一些新照片 我想把它放上去 所以阿傑的意思是 把我媽的照片拿下來 要換下你跟周明方的照片 阿傑 因為太無情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想要 我媽跟你在一起這麼久 連公司都是她幫忙做起來的 現在你有別的女人 就想讓她取代我媽的位置 是不是 文綺 妳媽媽一直在我心裡 既然阿傑想落掉我媽 我就把我媽的照片都收走 文綺 大姐 妳不要這樣冷靜一點 大姐 阿傑 妳想取神 妳不用問過我的意見 我媽的照片我拿走 妳能讓你看得四眼 大姐 文綺 爸 這真的太過分 好好的一個假 妳一定要補到這樣 自己好好想看看 看這件事要怎麼收拾 好 文綺 妳不覺得妳剛才說的話太重了嗎 太重了嗎 我哪裡說錯了 需要妳特地跑出來教訓我 我沒有要教訓妳 爸這件事確實處理得不妥 可是妳也不用在家人面前 給她難堪吧 這麼多年 爸是怎麼對我們幾個孩子 妳是知道的 那要怎樣 他要再婚就把我媽的東西清掉 他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有想過我跟文綺的感受嗎 而且周明芳是我學姐 我以後要怎麼面對她 叫她媽還是叫她姐 事情都發生了 我們就想辦法好好處理 生氣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嗎 對 我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那請問一向很理性的張耀年 妳解決得了嗎 還記不記得很多年前 妳爸要娶我媽 一樣在這裡 妳說了什麼 妳後來有做到嗎 反正我一向都是被妳犧牲的那一個 等他們兩個結婚 我跟張相也沒什麼關係了 這個家我還是少回來 言不見為盡 好 藥我已經吃了 妳放心 下雨的事妳不用煩惱 我會處理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先跟友年說一下話 再再打給妳 好 先這樣 文綺走了 我真搞不懂 我到這個年紀有個半 妳們不但不替我高興 還一個個都要跟我怨氣 不是不替妳高興 是這整件事情來得太突然了 尤其是對文綺跟文綺 妳也知道他們 在我們家的地位很特別 可是妳沒有顧慮到他們的感受 我承認這部分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會再找時間 好好跟他們溝通 爸 結婚的事 妳能不能再考慮一下 怎麼連妳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 不是嗎 妳跟周明芳認識還不久 妳真的瞭解她嗎 她靠近妳 讓妳瞞著家人跟她在一起 妳難道都沒有懷疑過她的動機 她有什麼動機 妳現在想說什麼 妳想說我糊裡糊塗很好騙 還是想說我太老不夠資格 娶那麼年輕的女人 爸妳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情緒化 也許從我的角度來看 真的可以看得比妳清楚嗎 你們不要這麼快就否定明芳 都給她一點時間嘛 大家多相處 多了解 妳們就會知道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妳看 我們今天大家給她這麼難看 剛剛她在電話裡 還一直勸我不要生氣 要多體諒妳們 她連一句妳們不好的話都沒說 不會 爸 如果妳今天需要的是一段愛情 需要的是一個伴 那我不會阻止妳跟周明芳在一起 但妳今天是要跟她結婚 妳要讓她進張家 可不可以請妳想清楚 妳也多考慮一下 我們家其他人的感受 我跟慧敏在一起這麼久了 我們要結婚 是不是也要慎重得到妳的同意 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她們父母的想法 不是嗎 爸 我不打擾妳休息吧 等一下 等很久了嗎 沒關係 剛剛文玲打給我說 在妳店裡喝咖啡吃貝果 妳都沒跟她收錢 妳看多少到時候再一起結算 今天的演出也沒幫到什麼忙 我會打個妖婆 現在打個折 又不是妳的問題 我看妳心情真的不太好 剛剛也沒吃什麼東西 要不要先去做一下 我做貝果給妳吃 不用了 我沒胃口 陳文綺 先去做一下好不好 我把西裝還妳 妳留著吧 今天辛苦妳了 我先回去了 那一隻 今天要請問答好 我們現在有個作戰計畫 讓她以後都不敢進來 美鳳聽我說 妳想要吃這斤的雞肉 我今天沒想到吃雞肉 怎麼可可不停 阿婆 妳不知道佛跳牆 是我們中間的問 要來做小奶奶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妳應該認識周米鳳很久了吧 我想多了解一下這個人 這一次終於知道主動出擊了 我爸最近從公司的賬戶 匯了幾筆錢給妳 明芳跟你爸爸的婚禮 都已經在準備了 那五百萬是不是 就當作明芳的聘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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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再远 会有晚了几天 再相见 还在同个地点 等你出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